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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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記得是好像是1月20號 他提到說武漢一天新確診169例 這個新興的傳染病呢 他的基本的問題就是 他的傳播力到底有多強 回答這個問題就是用流行病學的方法 去把它進行一個量化 基礎再生素 英文叫做阿里 它這個是一個病人體 它在一個沒有免疫力的人群當中 造成的第二波的病例數的一個平均值 二組這種所謂的新型的流行病學 這樣的一個傳染疾病 像COVID-19 那就只有靠我們所謂的公衛措施 這公衛措施呢 從族群的這個我們常看到的社交距離以及口罩 一直到個人的這個感染之後的隔離檢疫 都是我們公共衛生的非常重要的範圍 那其實去年武漢疫情爆發之後呢 我國的那個最高決策者 他想知道的最重要一個關鍵的問題 如果用2003年SARS時代的防疫的策略 來因應這次新冠疫情會不會成功 那這個就是傳染病處理模式的力量 我們不需要真的經歷失敗 就可以在預先就研判說 2013年SARS防疫的措施是不足的 不過在那個時間點呢 我們其實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稍微事後回來想一想 那到底我們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我們成功的因素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用了一個數理模型上面 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隨機性的分支模型 用科學的一些模擬跟猜測 才知道說你如果對這個 你了解的敵人做了什麼事情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結果 如果我今天只做接觸者追蹤 但是大家沒有好好戴口罩 所以我或者說我如果今天只有戴口罩 但是沒有做接觸者追蹤 我們可以回答這些不同的問題 民眾遇到新型的這樣的新冠肺炎 當然就會恐激恐慌 那我們跟民眾之間的接地知識 傳承給我們的民眾了解 那這個就是我們流行病血疫防疫血研究所 長期以來在傳染病房治所投入 希望藉由這個媒體以及社會各種的管道 讓民眾可以接地了解 我們對於COVID-19的疫情 一定要站在國際觀點 讓民眾更了解 我們對於整個疫情防疫 以台灣的走向跟國際歧視上面的接軌 劉育所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自力培養 國家跟社會需要的 下一代的優秀的流行病學人才 我們以科學以實際進 其實我自己是很驕傲 就看到我們的所在這種重要的時刻 大家能夠站出來 大家可以多多多多多多多數 大家可以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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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